而说到用水 去年苏迪勒台风来袭 重创了新电乌赖山区 其中乌赖台九甲县的 10.2公里处的崩塌地 是属于水利署水源局管辖的 但行政院会才是 水土保持局要协助这个案子来处理 但两个单位的权责 到现在都分不清 所以相关的工程都没有整治 不仅造成上游部落居民 安全的隐忧之外 不断流失的土石 更影响了这个直潭净水厂的着度 坍塌要是不处理台北人 也就得喝泥巴水 除了上游部落居民安全的疑虑之外 不断流失的土石 也直接的流入直潭净水厂 上游的南市溪 居民质疑 北水处投入了千万经费清淤 但是上游水土保持的问题不处理 下游的台北人就得继续喝泥巴水 而水保局表示 这边的坍塌地 以中间中置二号桥为界 上游水保局的呼按工程 已经是启动了 至于下方大型的坍塌 由于跟水源局的权责 还没有划分得很清楚 所以到现在也无法确定 何时才可以启动整个整治工程 至于下方大型的坍塌地